衷心希望两岸同胞相向而行 携手并进 共创中华民族绵长扶持 台海的和平稳定 是区域内各方的共同责任 也是所有人的共同期待 从疫情到全球震惊变局 两岸正经历许多同样的挑战 而战争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选项 上周二我提出了强化全民国防 以及兵力结构的调整方案 正是希望 藉由全民国防体系的检讨与调整 以及强化义务医训练的止语量 提升我们自我防卫的能力 守护家园不仅是国军的人物 也是每一位国民应该要共同承担的责任 过去这几天 社会各界对于兵力调整的方案 有很多的讨论和建议 我们会纳入参考 使整个方案能够更精进 我们看到近来 中国升温的疫情状况 只要有需要 基于人道关怀的立场 我们愿意提供必要的协助 帮助更多人走出疫情 有个健康而平安的新年 近来中国疫情持续升温 许多国家都升高的相应的措施 防止疫情扩散 依照最新的情况和专家的指引 从今天开始到1月31号为止 我们也会启动相关的防疫措施 来确保国人的健康 全球的疫情仍在变化 我们会谨定 并且持续的调整各项防疫措施 也请大家尽早前往 接种次世代的疫苗 共同提升整体的免疫保护力 守护彼此的健康 想跟总统请教 是习近平在昨天的 这个新年特辞的谈话上面说 海峡两岸一家亲 忠心希望两岸的同胞 可以相向而习 攜手并进 但他并没有提到 像是过去会提到的 祖国统一这个部分 那总统怎么看 那在这新的一年多的任期里面 总统怎么看 这个两岸关系的一个新的挑战 谢谢 我们有注意到 习近平主席在 昨天的讲话 那我也注意到 他是用一个比较和缓的方式来表达 但是我要提醒 台湾周边的解放军的军事活动 并无助于两岸的关系 也无助于区域的和平稳定 我们在2023年 那我们共同的课题是什么呢 我觉得 意后两岸人民恢复健康而有序的交流 那么还有在全球 经济动能减缓的情势底下 我们也都必须要各自应对 各种经济的情势的变化 那么在这个同时 我们也有共同的义务 要来维持台海跟区域的和平稳定 那么这些都是两岸必须共同面对的责任 总统刚才有提到台海和平是共同的期待 但是呢因为其实这题想要请教賴副总统 过去在12月24号的时候 在高雄有特别提到和平保台 那外界也会关心 是不是现在的两岸论述 已经从抗中保台调整到和平保台 请教总统和賴副谢谢 你要回答吗 没有啦 这个总统的记者会有总统回答 好 那我就一并回答了 那其实不认是什么样的讲法 我觉得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也就是持续的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 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那么同时呢 那在保卫台湾上面 那我们也必须再强化我们的国防的各项准备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充足的保护台湾的力量 就找到了 因为我们不就没有 那么多叫做 楼后面 有一个很识归